各位家长你好 欢迎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直通车 好 我是郭主任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就是说 学生进大学或进高中念书 学校究竟教了你孩子哪些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是他没有教你的孩子的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有时候并不明白 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 甚至从大学毕业了以后 他具不具备创业当雇主 当老板的知识 勇气 条件或能力 答案是No 学校并没有教你这些 所以你很多时候会怀疑 你的孩子就进大学毕业以后 这套知识系统或者高中毕业 专科毕业 他只是让你分配到工作上去做一个你在那个部门 在那个职位上面去做你份内的工作 毕竟这个学校的教育并不是以培养 Elon Musk 或者比尔·杰克伯格 这种超级富豪 让他们有勇气跳出这个舒适圈 跳出他所习惯的生活的情境里面 去勇于去创业 去发展他自己的知识系统 或者说挑战自己的这个极限 好 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有钱的这个孩子 有钱的家庭训练孩子 他们教育思维的方式跟这个一般的家庭有什么不同 那其实传统的这个教育呢 只是让孩子能够毕业拿到文凭 拿到你的技术去get a job 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就薪水多少 你没有溢价的能力 因为是由公司决定 由这个PR或你的上司决定付你多少薪水 那薪水付多少又是根据什么决定 根据市场来决定的 当然市场就像股票一样有高有低 所以我的学生里面薪水的话 普通的薪水可能就拿了8万 7 8万到这个10万 11万 这个是普通的薪水还不错的 那好的话就从15万拿到25万 那再好上去的薪水就从25万美金 拿到50万的年薪 那有没有再上去 有啊 有学院家长已经告诉我 这孩子呢 这个医学院毕业了 当这个外科医生 就是动手术医生 这些在比较远一点地方的 这个医院要请他过去 当这个外科的这个住院医师 开出来的条件是年薪100万美金 听起来很不错 对不对 毕竟花了这么多年时间 读了一个医学院出来 当了一个外科医师 有100万的年薪收入 我想的话对得起这个父母 祖父母所有栽培关心过他的人 百万年薪的收入 这是百万美金 年薪收入 在一个这个30岁出头的这个学生身上 能够体现出的价值 的确是不错 只是这条路走起来当然还是很辛苦的 医生的话 你但不太需要一定要创业 因为这门技术走遍了全世界 都是别人需要你的 但是除了医学之外的话 包括药学 包括金融 经济 STEM 电子计算机 AI人工资 会Chat GPD 所有的商业行销 你都很可能说离开你自己所熟悉的这个范围里面 加入一些新的思考方式 加入另外一些元素 你能不能创业 好 这个有钱的孩子家庭学校 他们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学的不单是传统的知识 他学的更多是人际关系 Social的 就是社交的技巧 表达力 自己的这个意思形象的这个提升 那这些是我们一般传统的家庭里面 就一般的家庭里面 常常会被忽略的 就是我遇到很多家庭的孩子 就是他GPS是4.0 Stray A 拿了几个AP课 学校表现都是不错 都蛮好的 但是你跟孩子谈起来 你会什么 你想要去哪里做什么 你有什么决定权 答案都是90%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他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什么选择的能力 或者有选择严重的选择困难症 那这些小孩子 在这种性格是如此的时候 他在未来 是要能够赚到很大的财富 其实相较于这些 富有的家庭 他们培养的孩子 能够make a decision make a right decision right choice 那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你能不能对你自己的生活 负责自己做主 做出一个跨出这一步 做出一个 decision making选择权 就决定你将来的收入 所以在ACN 南加州学院 我们教学生是四个Q IQ EQ AQ 跟FQ IQ EQ 大家都会很熟悉 IQ是指学业成绩 EQ就是人际关系 情商 情绪智商 AQ就是抗压性 失败了还能够再站起来 不怕人家给你的压力 给你批评 抗压性很重要 最后是FQ 是finance intelligence 就是说财商 财商的这个教育 其实对孩子来讲 认清财富 财富的性质 你怎么样靠近财富 财富怎么样会靠近你 其实这个教育 在这个初高中生来讲 越早接受的话 孩子成功的机会越大 所以我觉得财商教育 就是奠定这孩子 对财富的认知 也帮你的孩子会变成 不单是学业成绩好 也会变成一个有钱的一个 工作者或创业家 好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